國民黨的中央如果有看到這樣的場景 其實現在要徵召韓國瑜選總統 應該已經沒有什麼阻力了 我印象當中上個禮拜 我們黨中央的主發會主委還說 請所有的縣市長或立委參選人立委趕快表態 因為要讓主席徵召韓國瑜有更多的正當性 我想我們的僑胞已經展現出來了 現在徵召韓國瑜已經是必然之勢 而且要趕快了 我想前幾天 其實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吳主席 他已經有宣布說他不選2020 其實大家給吳主席一個很大的肯定 而且認為說未來在協調各方人選的過程當中 應該可以往一個比較好的方發展 那很多人現在就問說 那其他人反對 比如說朱立倫有沒有反對 比如說王金平有沒有反對 那朱立倫要不要退 王金平要不要退 現在朱立倫去勸退王金平 這感覺會是一個非常大團結的景象 搞不好王金平會因為這樣反彈更激烈 我覺得還是要吳主席去勸退 因為吳主席現在不選了 有一個比較操然的立場 那我現在回答一下 很多人現在就說那朱立倫要不要退 我是認為朱立倫其實沒有退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主張全力要支持 徵召韓國瑜韓市長了 那其實國民黨現在是 因為他沒有進 所以不需要退 沒有進啊 因為現在國民黨是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徵召 第二個階段才是初選 一定是在徵召不成功的情況 才會有初選 所以現在要解決的是徵召的問題 而不是初選的問題 初選等到我們去登記之後 才有退的問題 然後現在連登記 零表都沒有 怎麼會有退的問題 所以大家應該把所有的 不知道要去哪裡退 對 那個表沒辦法 沒有地方可以退 賴清德才有退的問題 朱立倫沒有退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跟國民黨 最大的差別 民進黨其實是比較誇張的 因為他們的初選已經進行了 但是因為這個蔡英文的民調 沒有贏 所以一直延後到蔡英文贏為止 他們比較誇張 我們還沒有進行任何的初選階段 我們還在討論制度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先處理徵召 那所以朱遠說全力支持 徵召韓國瑜 拜託黨中央趕快去徵召韓國瑜 這是朱遠部分 王金平其實我 我認為他也沒有反彈的很激烈 為什麼 因為他從頭到尾講的都是 他一定會參加初選 然後他也相信他未來的名字 會出現在競選公報上面 可是他沒有反對徵召 那為什麼他沒有反對徵召 因為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徵召動作出來 所以王金平沒有反對徵召 意思就是說 如果武敦義去徵召了韓國瑜 那王金平沒有反對的意思是說 那他就一起支持韓國瑜 還是說他自己的名字 就另外出現在選舉公報上 我覺得王金平 他目前有點去回避這個問題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很堅決的 反對徵召韓國瑜這一件事情 其實他提出來都是質疑 他都是質疑 比如他之前曾經質疑過說 那你要徵召 請問你徵召依據是什麼 依據是什麼 他都提出質疑 那他沒有堅持說 我就是要反對徵召 我就是要初選 那為什麼可以讓王金平 有一個一直丟出質疑的空間 那是國民黨一直沒有拿出 一個徵召的辦法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之前很多 包括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或者一些基層都跳出來說 是不是可以請吳主席 你先宣布一下 你有沒有要選這件事情 大家為什麼會有這樣基層焦慮 是因為大家都不 都是說黨中央嘴巴上講說要徵召韓國瑜 要徵召韓國瑜 可是一直沒有做出要徵召韓國瑜的動作 那包括我認為其實這個這個部分也會給韓國瑜 韓市長造成困擾 韓市長他在議會監督質詢 然後黨中央一直放風聲說 我們要推出最強人選 我們要推韓國瑜 韓市長 可是一直沒有動作 那韓市長也會覺得他被榴彈打到啊 你一直沒有來跟我談一直沒有來徵召我 可是卻讓我在這邊一直面對所有民進黨反對反對者的質疑 那他也會覺得到底在幹嘛 所以大家就沒有互信基礎了 所以他才會說 那主席你先表態 你表態之後 你確定不選 哇 大家幫你拍拍手 給了你正當性 給你power 給你更大權力 讓你去協調大家 所以我認為其實吳主席 這大家都是給他肯定 然後一旦這個確定了 然後你去確定韓國瑜 韓市長的意願 去徵召他 那當然我有聽到非常多的聲音 說韓國瑜現在就是不能夠表態 他現在四月而已 他還要面對議會 六月還休會 他要怎麼表態 這個我通通都能接受 可是至少要先把黨的態度做出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要徵召你了 那我也知道 我給你時間 我給你兩個月 三個月讓你考慮 我們兩個月之後 再來講這件事情 你願不願意 如果大家在私底下 韓市長願意 那這兩個月都會一直有人 去問韓國瑜說 那你願不願意啊 那個秀姊姊 就算黨沒有做這件事情 大家還是都一直問 所以沒有差就對了 我覺得沒有差 我覺得會一直問問到 他答應為止 但是黨應該給他一個態度 那不然我們兩個月之後來問你 你接不接受徵召 那這時候大家就不要 沒有類亂 然後假設韓國瑜 韓市長沒有反對的話 這時候吳主席再去跟 比如說朱市長 或者是王院長 或者是周錫瑋 周縣長講說 韓國瑜 我先講了 這是我的潛見 就是說韓國瑜 答應幾個月之後再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初選延後 大家覺得怎麼樣 朱說好沒問題 反正我是全力徵召韓國瑜 除非他不願意 我才有初選我全力以赴 那王院長你願不願意 周錫瑋你願不願意 大家等等看 等他來做決定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 國民黨一團和氣 而且我認為這種東西都不太需要去對外宣傳的 大家試一下有一個默契就好 就這樣為什麼之前會破局 為什麼 因為我們硬要告訴大家四月五號吳韓會 四月七號吳朱會 四月八號吳王會 你把時間告訴大家 大家覺得這有什麼好講的 你像蔡賴慧 就是在一個私下的場合 聊一聊一小時結束 事後大家才知道 這比較能夠講事情嘛 那天王之間 大家彼此也都有電話 你們彼此之間通過電話也可以啊 一定要故意搞一個儀式 那反而更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就像我們大家看到的 韓市長在僑胞界如此的受到歡迎 對美國的演講如此的有魅力 這樣的人 也被所有國民黨的人肯定 那接下來就請中央儘快 要進行徵召的動作了 會員剛剛不同意 葉源之所的談話 因為主任我覺得 我昨天有監看你的節目很晚 你的來賓說 我們不要談完王丹 然後後面講了一大堆王丹 這很奇怪 那剛剛 所以你現在要談王丹嗎 對 原志兄剛剛講了一堆朱立倫 我在查說 今天有要談朱立倫嗎 好像沒有 我剛剛當上面沒有寫朱立倫 我今天準備的那個iPad 一個朱立倫都沒有 怎麼突然 沒有 我在 你剛剛開場 我們在講總統初選啊 對 剛剛有人談到 沒有 只有你第一個談 他在強調朱立倫就是支持 徵召韓國瑜啊 我幫朱市長鼓勵他 表現好 表現好 這個 我希望國民黨的各個太陽 看看這些 不管在哈佛或在這個 波士頓的這個場面 然後最近去美國的人 包括朱立倫 最近從美國回來 你不說我們都忘了 也想想 比一比 想一想跟比一比 我去的時候也會這樣 我去的時候那個中文是怎樣 自己想想跟比一比 那我相信 韓市長在美國的表現 大家土包子都不會意外 這個就跟新馬 跟大陸的那個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哈佛的演講 這比較理性的部分 我有加個問號啦 不然我要被罵了 是不是一百分 大家可以去評 那可能有人給他評 零分也有可能啊 那因為今年比較有可能 因為這個前天4月10號是 台灣關係法40週年 那其實中美斷交跟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這是被除了 這個是被斷交 是同一年發生的 為什麼會有台灣關係法 因為美國拋棄了我們 才有台灣關係法 那昨天賴教授說美國支持九二共識 也包括剛剛這個賴教授又在分析 其實賴教授講的意思是說 其實中美關係是根據三個公報 那三個公報整個原則跟九二共識其實差不多 然後呢韓國瑜他是支持九二共識 所以韓國瑜跟美國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認為沒有太大的差異 任何一個我們中華民國的中後選人 都一定要處理兩岸關係跟美國的支持 誰都一樣 所以這一點我對韓國瑜很有信心 這個是這個理性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韓國瑜說 有好幾個問題都非常尖銳 超越一個市長的層次可以回答 如果你是一個市長的層次 你就會跟鄭文燦 朱立倫 柯批的狀況一樣 為什麼人家問的問題不一樣呢 因為你的民調遙遙領先 美國的AIT 他們的各的對台單位國務院 他們說你記得黨那種領先 其實的確我們必須承認說去年的大選 美國是比較偏向民進黨 美國是比較偏向蔡英文 那很明顯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想賴教授可以支點我就說 其實美國人翻你跟翻數一樣 他們調整很快 你說韓國瑜演講完之後 美國就要重新再調整他的 已經在調整了 已經在調整了 重新調整了 因為他會把 他希望任何一個人當選 都不要違背美國的利益 美國不是真的愛台灣 他愛他自己很正常 不是罵美國 好 我們來看那個感性的部分 主持人 我打問他 是不是100分 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比較樂觀 因為韓國瑜說明年大選 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保衛戰 這他講過了 跟那個金正恩一樣 他有時候講重複的話 他是今天講的 3月20號 這是平秀林品種專訪 你已經把他定位為中華民國生死存亡保衛戰 其實這個話不是品種 是韓國瑜自己丟出來的 所以他3月20號已經講過了 今天在美國有講一遍 那他講說當中的條件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這是誰發明的 這是你自己發明的 所以他有沒有要選 我認為他要選 我認為 那你自己講的 他把競選口號都先告訴大家了 發明要自己兌現對不對 內行的 自己開的支票 對對對 謝謝王委員 他呼籲喬包說明年 這已經講那麼白了 叫你回來然後投別人嗎 韓國瑜會啊 韓國瑜是一個很有度量的人 好不好 我們看這個 說話要聽就沒聲 跟你講說台灣健 意思說回來給我支持 跟你講到這個白的看不見 這個投票還有270時間 因為1月11號要投票 所以叫你台灣健 呼籲喬包說 請大家跟中華民國站在一起 這什麼意思 所以我說這個是感性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喬包在外面有分兩種 一個台喬 一個是華僑 台喬比較綠 花喬比較藍 那為什麼要跟中華民國站在一起 我的解釋非常的簡單 因為韓國瑜的中華民國 跟賴清德的中華民國 其實不是同一個國家 最近賴清德去找郭子乾 跟館長 然後賴清德講了很多 事事而非的信誓出生 我非常憂心 因為我這樣講 我對郭哥跟館長比較抱歉 你沒有辦法當場反駁 賴清德你講是錯的 應該叫賴教授去跟他對談 因為他都用騙的 我在趙少方節目說 賴清德你應該去跟趙少方對談 你們一對一對下嘛 你去跟郭子乾還有館長講中華民國 他們只能這樣而已 那事實上韓國瑜的中華民國 你真的對他們兩位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因為樹葉有專攻 他們不是專門談這個的 趙少康跟賴岳謙才是專家 你去跟館長談 你跟他談健身才對啊 你跟郭子乾應該去談演藝圈跟模仿 你跟他談中華民國 他沒辦法說 韓國瑜的中華民國 跟蔡英文的中華民國 也不是同一個 雖然名稱都叫中華民國 雖然我們拿一樣的身份證 用一樣的新台幣用一樣的護照 可是的國家認同是不一樣的 這個在明年大學其實很關鍵